Tino 大家好,我是Tino 在台灣 認識我人,因為我早很早的時候 就可以去製作我的Podcast節目 《藝術家製造公司》 我常在這個節目裡分享一些 我在紐約成事 藝術創作的心情 還有 各種好生活變好我的方法 那後來我到台灣之後呢 我的個人品牌 我個人事件開始在 洪波發展,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就開始有各種類的人 來邀請我 一起企劃設計他們的節目 那也是 在這個時候我就決定 我可以來辦一些講座 我在台灣的北中南都有 做一些個人品牌的講座 和工作法 那 在我的教學裡面 其實我是主張 用藝術家的方式去做創作的 所以 其實蠻好的 也受到蠻多人的任何 和支持 我後來也吃到 全球最大的 Podcast會談 去擔任中文程的講師 那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我才從一個 只是Podcast 變成一個 Podcast的 顧問 我去製作人 我開始製作五花八的節目 應有進入 在我所有的這些設計裡面 從旅行啊 理財 建議聊到八字算命 應有進入 很好玩 那 我每次生活呢 其實就是在網路上連線去跟各式各樣的創作者 來一起發想這些事業可以怎麼去做一些創意 那 同時呢 其實我私底下也會 舉辦一些我自己個人的做主委會展 或者是 我想要學習一些身心靈的課程 我就來請來一位這方面的專業的老師 幫他們一籌辦 他們的現象活動 總之我可以說 我現在的工作是蠻自由的 而且我非常熱愛以前在做的事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 我以前是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是喜歡工作的 因為我曾經啊 就是因為我想要逃避這些所謂的工作 我才跑去紐約想要做一個藝術家 這件事非常好笑 結果你知道嗎 我去到紐約第一年 我發現做藝術家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即便說我做出了我的各式各樣的作品 像這樣的影像的藝術 或是我也受邀到英國倫敦去參加展覽 可是我發現我還是覺得很焦慮 我還是覺得很多的壓力 我感覺好像又回到過去那種工作裡面的智慧感 所以呢 那時候我有一個禮物就是 原來成為一個藝術家 跟你能不能愛上你的創作是兩回事嗎 你知道嗎 很有趣喔 在我現在這個做顧問的工作裡 我常在做一些諮詢 很多已經有自己個人舞台的創作者 他們也有自己大量的粉絲也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他們還是會想問我說 欸Kino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更有 愉遇、輕鬆、快樂去產出我的內容 不要用焦慮 這個現象就讓我發現 然後原來 把興趣變成你的工作 跟你能不能愛上你的工作 也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喔 我就想到說 既然這是一個大家都想問的問題 那我 我故如就來跟大家分享 在我做藝術的這段過程裡面 我試著去找到這個答案的一個故事 好 那這個故事呢 就要回到2017年 在我第一領事項邏約的時候 我做了第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叫做 The Y The whole ending in the Y 這個作品是 我拍攝我自己 在各個之間的主觀 裡面影響了一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 會在一個現場裡面 同時播放 聲音串在一起 變成同一個感覺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時候有一個美國人 他就看著我一咒子說 喔 好酷喔 What do you mean? 你想要傳到這什麼? 那我那時候就不習慣了 就翻出了所有的點 就跟他說 哇 你知道 所謂那樣子物 就是 過去 現在 未來的物 都是同意的物 現在 那未來的物 不管在任何時空 都是同一個存在 哇哇 我家 很多那種 很慘的這種理論 那那個美國人 聽著聽著就說 哇好酷 哇好酷 好酷 OK 就走了 他就走了 然後 那天回家 晚上我就在想 他本來是喜歡我這個作品 還是不喜歡 是不是我做錯什麼事情 我的作品 是不是他很不專業呢 可是這時候 我去觀察其他的藝術家 其他國家的創作品 他們怎麼做他的藝術作品 不過發現奇怪 大家都 很輕鬆啊 都在 工作室裡面 喝喝酒 聊聊天 出去外面寫的話 哇 就有感到 做出他的創作 奇怪 你知道嗎 有一次喔 我就常看到一個阿根子的藝術家 這個藝術家叫做Dose 後來也變成一個很好的朋友 這個Dose啊 因為每一次見到人 他都會說 Can I touch your elbow 就是這個 手肘 我可不可以捏點手肘啊 捏點這個手肘下面的大橡皮 我為什麼覺得他很怪 搞不愧這樣 搞不懂 所以我沒想到 後來我發現 他居然把 捏手肘 我會看下你這件事變成了他的展覽 很有趣喔 沒有創意 我那時候覺得很酷喔 怎麼都沒有他的特色 可是同時我也開始很confused 為什麼Dose做作品 這麼輕鬆 這麼快樂 就是他的特色 可是為什麼我 做作品會這麼輕 這麼廢老 那 可能因為我當時 產生出了這樣的疑問 所以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 後來有一次啊 我 可以說很幸運的 跟一個 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Marian Minter 一起去另外一個 美國畫家的工作室 去欣賞他的作品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 美國畫家 Linda Schrecher的作品 那時候啊 我和那位知名的 Marian Minter的藝術家 我們就一起來看 所以可以在這個作品 欣賞 或者給出什麼建議 那時候我就看著這個作品 想很久 想說我要講出什麼 建設性的專業 comment 結果呢 那位 Marian Minter 突然就一見面衝上去 指著這個畫面的線條說 欸 看這個線條 這個就是 Tot of Love Tot of Love在這裡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就想說 你在說什麼 我們不是應該要分析它的構 和它的技巧嗎 你在說 Tot of Love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 我發現 Minger說的是真的 原來 Linda的作品裡面 不管是 油畫 還是 裝置藝術 它最大的特色 真的就是那個線條 原來 一個藝術品 要有靈魂 要發光 是來自 藝術家 新作的那個 Loft OK 這時候 我又領悟了一件事情 Tot of Love 是 放大 事物中 各式各樣 很莫名其妙的小幽默 還記得 手肘那個東西 Alina的Loft 是放大 各種線條的美感 可是 我的Loft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我的Loft是什麼 那後來呢 回到我們工作室 我叫我們 Chuck 我們就坐在我們店頭前面 看著我的作品 很小 怎麼辦 這種 根本沒有辦法Google到的東西 我要去哪裡學啊 所以你知道我怎麼樣 我首先要做 鬧脾氣 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我要出去不創作 我不努力了 我不努力了 然後你知道嗎 我就開始去紐約的街上亂畫 對 我就開始亂畫 那在亂畫過的時候 我發現 欸 沒有畫過 還不知道紐約街頭 其實還蠻多有趣的事情 我怎麼以前都沒有注意過的 其中啊 我記得有一次 在下大禮物 有一個男生 不想對話 他們對話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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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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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ê 是 biz 一个冲动 一个热情 促使了我 赶快跑过我的工作室 我拿了一股红色的胶带 回到这个现场 在这个地方贴出了一个 16比9的电影空空 然后我把它拍下来 我再回到我的工作室 很快速的速度 录音 输出 这些 所有都大概发生在 两个小时以内的时间 我就完成出这个我的想象 有听到吗 有听到 喂 喂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喂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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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听到你的声音 有有有 喂 喂 你知道吗 我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内心中的震撼不只是 我做出来了 还有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 叫做心流创作的感觉 以前我常听那些伟大的艺术家 常在说 直觉会教我们怎么创作 我都觉得他是屁股 但是我现在发现 那是真的耶 我真的可以理清楚又享受的去创作出一个 很有偶尔的特色的东西 这时候我其实已经找不到我的LOB 你知道我的LOB是什么 我的LOB就是 我可以在生活中看不同的电影和寓意 我带着这个LOB 延伸到我的生活 回到我的工作里面 我发现 其实我也可以 看见别人 人生中的电影和他们的寓意 而且我可以用我的声音技术 帮助大家 把他的人生电影 用电影前进的方式 成功 出来了 然后呢 他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发光发热 这里是星球运转练习曲 而你也能是一颗充满奇迹的小行星 我是木克萨山 我喜欢分享觉知与智慧的故事 把爱与陪伴的讯息 从星际宇宙的这端 你展开心灵对话 将能量传递给你 和缘传统的讯息 从星际宇宙的信息 从星际宇宇宙的讯息 自己内心中的那个walk 这句话就是 记住感受 不要记住实践 我想邀请大家 开始在你的生活里去实践这件事 当你在吃它的时候 你要去记住的是 食物的味道 你不要去记住你在吃的是什么餐片 当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你要去记住的是 现场的尖叫大喊声 你不用去记住 这到底是谁的演唱会 还有当你在跟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 你要去记住的是 那些步步就很好笑很好玩的感觉 你不用去记住 到底有没有哪些 记住感受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你开始 你在生活中 你去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 你还会去找到 更多个 有没有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 你开始变得更容易被感动的 你的分享 开始变得更有灵魂 更能带出 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感觉 你会发现 你更愿意去属于无路未知 让感官 让你创造出来的想象力 从你的导致 去实践那些 你本来没有自己去做到的事情 打开感受力 才会让你发现 原来自己所获得的一切 原来自己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所有人的帮助 于是你开始 更发自内心 来要去精进自己 让自己去进入 把本来是属于自己的当分 小小的快乐 放大起来 被分享给更多的人 想要看吗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像艺术家一样 在生活工作中 去打开你的感受力 去做出一个 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就算不是一个冒险家 他也能当少该族 就把一个会议举办的 像是一场旅行 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他就算不是一个职业的旅者 他在冰淇淋导的时候 他也可以把 做冰淇淋导在这件事情里 变成一个超级的表演秀 打开开说 你找到你的爱 你才能画上自由的那方路 因为这时候 你已经成为一个 真正的装造者 这就是为什么 做任何工作都可以开乐 这也是为什么 搞艺术 可以让我们都爱上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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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